游览车司机陈先生拿着存在手机内被检举开罚单的照片和影片 向基隆市议员苏仁和诚情反映 从七堵区光明路往基隆市区方向要左转大华侨时 由于受限停等红灯时左转车道除车空间不够 特别是游览车等大型车辆要从旁边右线车道 切入左转车道时缺乏左转停车空间 影响到后方执行车道车辆 特别容易被检举开罚单 就是容易被外线道挡住无法左转 然后你要硬左转它不让 脚车不离让 这样子 最近这样开罚单的次数大概几张 一个礼拜给你三四张 怎么受得了 都有证据啊 怎么受得了 怎么动不掉 因此向基隆市议员苏仁和诚情反映 苏仁和和特助林坤明 也特地邀及市政府交通处 以及景三分局等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决定先试办调整左转大华桥的绿灯秒数 让多一点的车辆赶快左转进入大华桥 减少后方停等左转车道的车辆数 增加从光明路内切到左转车道的除车空间 来改善这个问题 左转大华桥的时候 那么因为左转的车辆太多 那么所以就停在中间的这个线道 那这样的话中间的线道是直走 不能够在那边停车等待左转 我们现在先请交通处这边 先把这个秒数先做个调整 左转大华桥 那么大概会增加20秒左右 让这个 让这个整个明德一路 往大华桥的车道 那么可以先进攻之后 然后光明路的车道 要往大华桥的话 那这样的话 在前面就会比较进攻一点 那这样的话 我想这样先来示范看看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解决这个交通流量 那么才不会不至于 那么大光明路要前往 左转大华桥的车辆 会被后面的车子拍照之后 然后还会开华丹 陈青人陈先生非常感谢 苏仁河议员和林昆明特助 重视这个问题 寻求改善方法 帮助他们减少被检举开单 祭典处罚的无奈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不用靓操 关门 Ps